我是二十多年前就知道这个清华才女的故事 没想到每年都有人翻出来讨论 大家好,我是顾颖琼博士 朱令马上就要五十岁了 距离中毒案已经有二十九年了 当时二十岁的朱令在清华大学是蜂蜣人物 是民乐团的骨干,会说英文和德语 还是北京市游泳二级运动员 人又长得漂亮,大家都叫他王菲 1994年九月,朱令的眼睛突然失明 医院长不出原因 接着头发开始脱落,伴随着莫名的疼痛 终于依靠互联网的帮助 大家发现朱令原来是金属塌中毒 这种金属元素非常罕见,只有实验室友 并且一定是直接吃进去 更叫人震惊的是,朱令姐姐也是莫名的去世 很多人怀疑是同寝室的另外一个或者几个美女干的 但是都没有直接证据 而如今朱令只有七岁的智商 依靠父母的照顾顽强地活着 我听闻此案时还是少年 一转眼几十年过去了 真的是一声叹息